求自己 那后面这句话就 帮助我们过慈悲的生活 一辈子就是慈悲 慈悲不见得会谈佛法 慈悲不见得一直谈宗教 因为这里面讲的是一个慈悲的生活 但是你无所求的去慈悲的生活 照顾很多老人 威慰流浪狗 也会帮助孤分野鬼 没有对对错错的 人家在烧金子 嗯 好啊 你好慈悲 千万不要拿到佛法的词 说这个佛教没有用这一套 佛教什么哪一套都用 只要慈悲 对方高兴 所以这一点叫 让自己很柔软 第十 将平常自私的观点 转化成利他的观点 这个叫菩萨戒 菩萨戒在家人是自利 菩萨戒只有利他 这个叫戒 有受戒跟没 就差在这一点 所以特别我们出家人 这一点就要 我们比 这一点我们这个体系 还很有福报 念经不谈钱 排位不谈钱 这个体系还有一点点好处了 但是正常来讲都要了 大中小分什么分什么 念一趟多少钱 那这个完全就是一种自私的观点 没有不为自己要我们到场 你为我们到场 也是个自私 这个是一个大的团体 不能以民真理 也不能利用对方的痛苦 来得到一些金钱的 所谓到场的质量 这个跟佛法没关系 所以把自私的观点 转化为利他的观点 至少是他人的福利 跟自己一样重要 而最理想的是 把他人的福利 看得远比自己的福利 还要重要 叫练习 我想一般吃喝穿 都希望享受好一点 那这样就没有再修行 有些人虽然喜欢佛教 但是他吃喝穿 他认为他还是要好一点点 那这个好一点点 也会养成习惯 也会养成习惯 那这个习性就不太好处理 所以就我个人而言 当然到国外 来到很多地方 很多人都会把很多很好的给我 那我自己也告诉自己 这个要小心 所以平常如果自己吃饭 我一定到路边躺 所以随便 因为这个变成 养成一个随时可以改变的习惯 睡觉 睡觉 没地方 地上躺了我可以睡 随便 那你要让自己有这个习惯 当然信徒供养 这个是 这个是戒律 佛教讲说 受菩萨戒 信徒怎么样 供养你 你都要给对方供养 为什么因为 让他种福田 但是对自己而言 就要养成一个简单的习惯 第十一 真正的慈悲是 关怀其他有情众生 了知他们的珍贵 并基于尊崇与尊敬 太重要了 把他们看得比自己还优秀 还珍贵 今天有一个人毁谤你 伤害你 或是表现得很糟糕 那你就要念这句话了 你不要随顺这个 那个人 不慌 你就马上就 变成很凡夫的习气 这个时候就是要对峙 因为伤害你的人 都是你的如意宝 没有人伤害你 你怎么修忍辱呢 所以他的不好 不要成为你的烦恼 我们还是要尊崇对方 崇敬 他比我们高 尊敬 这个来让自己 因为优越感是最可怕的 所以前一阵子 我去建国中学演讲 因为建宗就是要考台大 以高中生来讲是最好 但是我发觉 进了这个学校就觉得 我那时候我都有优越感 优越感 甚至这个优越感 就看不起别人 去跳 北女的还好 什么其他学校 这个不好 就会有 人都会有这种优越感 特别各位 你修学佛法也会 我是修哪一教派的 你有这个教派的法治 你有优越感都不行 为什么会失去悲心 因为所有的学习 都为众生学的 所以要把众生看得 比自己还优秀 还珍贵 那你可以从他身上 学到东西 可以尊敬对方 尊敬 所以各位要开始去研究 蚂蚁啊 猫啊 流浪狗啊 甚至那些流浪人呢 他们可以每天睡在车上 这样吃 他们等于在修 炎魔体闭关了 他们都可以 不用有房子 所以要想要去练习 不能把佛教 就像以前 一顺导师 他说寺庙千万不要盖着辉煌 寺庙要灰白色的 因为我们是 我们因为那个时候时代 比较穷 如果寺庙盖着很辉煌 因为导师是站在原始佛教的立场 他不是站在净土的立场 如果站在净土的立场 寺庙盖着像净土一样 让别人进来 好像进入净土 对不对 但是如果站在原始佛教 他就站在一个灰白的 很单纯的 当然我们要了解 在不一样的时代 有不一样的修行方法 比如在大陆 我以前在大陆推 我有一点推原始佛教 因为大陆太有钱了 寺庙一个比例这样还辉煌 所以有时候我会说 你们修修原始佛教 消除贪行 减低贪行 因为那个是对治法 对治法 如果在苦的世界 要告诉他们 要去净土 去净土 这个世间本来就很苦 正常正常 所以 但是你只要去净土 就可以超越世间的这个苦 当然用各种方法 但是至少对自己而言 众生都是我们头上的父母 我们是众生的仆人 这样去看待 第十二 了解一切友情众生的珍贵 以及在这个基础上 培养出来的关怀 才是正确的信念 不能以怜悯众生作为基础 这一点很重要 众生本来就比我珍贵了 而不是我就可怜对方 也就是认为他们比自己卑微的信念 这是错误的 法师不能高高在上 我们各个教育中心也好 生命协会也好 都不能高高在上 因为我们是 一个为了他们而存在的一个服务点 所以每次我会交代很多中心说 就算我们要报名什么法会 都对方打电话 你千万 就算你没办法 你千万不要用一种回绝对方 你不能参加 对不起 那当然最后就会找到我 一定会找到我 因为现在网络时代 总会来抱怨一下 那我想这就是我们办事的人 给他的语气的问题 你可能要说 这次对不起 那可能下回 我们特别给你的如何如何 怎么样给他说一说吧 如果他是正常人 如果他是非正常人 可能你还要用另外一种方法 然后尽量 但至少他妈妈你 你还是安忍吧 所以因为这样我们是 透过过程 所以我常讲 不是结果 过程才是修行 这个过程我们还是保持 亲切 服务对方 等等等等 第四三 培养一种是他人 优于自己 并值得尊敬的信念 就可以为自己提供一种 自治的 自我要求的基础 还能减少我 只降低我慢 这一点就要很小心 比如说在藏传佛教里面 他强调 他强调这个慢 升起佛慢 上师入行 如果他没有一个 一个真正的空性 他往往会觉得说 我修的比别人高 我们上师比别人厉害 我们宗派 那就痛苦了 那就痛苦了 所以在这一点 这个慢是一种承担 而不是一种高傲 所以 但是 我也看过很多 年轻的人婆切 从小这样被培养 最后他还是失败 因为这个慢 会让他最后就退转 磨就会来 所以这个慢是因为佛法的殊胜 可以 佛法的殊胜 我们尊敬 而不是人骄傲 但是大部分就会把 这个大佛佛 就当作皇帝一样的供养 皇帝的待遇 但是凡夫 我们在旁边 这个凡夫就很容易说 我也成为 我想要成为人婆切 所以很多人就希望被认真 或自己被认真 就会有这个心态 那这样可能会有一点偏离到 偏离 我们称对方为大法师 大和尚 仁婆切 这是一个对法的尊敬 而没有高底 因为佛性是你本具主 不用依靠别人来凸显自己 我跟默默 大法师 大上师 拍过照 所以 自己以为这样很高 所以这样以后 还是会增加 骄傲 第十四 要降服傲慢 就是思维自己的缺点 所以有句话 比丘总带三分病 他让你 他让你觉得 没什么好傲慢 我都病得要死 所以 因为什么都好 他就很容易骄傲 以产生谦虚感 要控制称心 所谓称心就是我对你错 所以我要讲你错 不行了 我们在佛教的教育 老修行者不能对心 更要尊敬 心发心菩萨 名为菩萨 名为佛 千万不要出家比较久 我们是尊敬他借拉高 而不是借拉高 要来骂借拉低的 因为一个人要讲对方对错 你要有类似的因缘 还有 你要 已经知道对方对你很尊敬 可以接受 你才有开口跟他讲 不要 随便 讲对方的对错 因为他跟你没这个缘分 因为有缘分 才有办法跟他说 而且这个缘分也是过去累积的才可以 不然的话 自己也会觉得 讲一讲不听 然后你就会生气 所以 就应该培养慈悲心 要消除对某一个对象的强烈执着 就要针对这个对象培养 不静观 视为他不可取的本质 我想对名 对爱情 对地位 对你的思想 希望被别人认同 这些各位都要修不静观 这个不静就是 他不圆满的那一面 不然你会觉得说 这个法门比别的法门好 这部经比别的经典高 这个慢 你看不懂经典了 因为每一部经典 每一个法门是对峙 你现在的一点烦恼 或是这个法门 是为了帮助 这样有缘的众生 所以提出这个法门 而不是说 我这个法门比那个法门高 第十五 我们最大的敌人 便是自认为 比他人了不起 这其实都是我指所引起的 我直以我慢 更是修行的障碍 要消除我直和烦恼的解药 是佛法 因为佛法 是跟他们相反 同样各位现在是佛教徒 那我们用的是佛法 跟世间 世间是缘起法 我们是反缘起的 世间是追求那个的 我们不是追求这个的 但是 同样我也必须交代 就是说 以后我们每个中心 当我们在找 这些来做义工 或做指示 这一点要特别 特别讲一下 我也错过几次 我也觉得这是我应该 这是对我很好的教育 因为你选几个人 去做一个联络人 或做一个重要事情 才发觉 那个时候 可能有一些数字的姻缘 所以你答应了 那后来你会发觉 真的是很难处理的 不应该的 所以 因为会造成他 越大的骄傲 甚至变成 本来他不做那个东西 还是个佛教徒 他一做那个事情以后 他骂佛教了 为什么 因为他碰到逆境的时候 他就会倒过来骂佛教了 因为他用他凡夫的习性 在经营佛教 用世间法 在处理佛法的事情 那当然碰到大家 认为不认同他的时候 他会反弹得非常的厉害 那就是因为我们当初 做了一个错的决定 所以我认为 当然活到老 学到老 这个对我 所以为什么说老和尚 他们不一样就不一样 因为他们也是都 透过错误的过程过来的 因为不了解 至少我们多去参考 好 念最后一个了 所谓 诸苦所困 贪欲为本 诸烦恼中 称慧为罪 放下爱称得失的心 是最好最快 最精进的修行方法 记住 不管你做多少好事 不管你印了多少经典 不管你出了多少钱 千万不要忘 佛法对自己 有没有受用 所以这个贪跟称 有些人永远喜欢保留一些 这个炼珠最好要用 不一样的 他用的东西要比较特别好 尽管还有一个贪 这个要慢慢改 但是烦恼中 最大的痛苦是称慧 各位要决定好 不生气 所以 当然我最近 人家问我出家什么条件 我说第一个你要发愿 生生世世 不犯难你情欲谈欲 第二个你要受菩萨戒 那你要断除称慧 你决定断除了 对方再怎么错我都不会生气 我只能说劝他 而不是说去谴责他 那这样你还有受菩萨戒的资格 不但一生气 因为你要生气 对方有太多的东西 让你生气 这个事件本来就是逆境 问题是我们 无损了我们的菩萨戒 那不是划不来吧 所以千贪跟称慧 也是菩萨重戒 在戒条里面就一直强调 好 所以各位这个非常容易 或者教各位一个 经常跟各位讲这些方法 你可以拿来铲凶一句话 拿来观秀 拿来思维 拿来实践 更重要 拿来告诉别人 有些人喜欢看经典 有些人喜欢听 有次第的理论 有些人喜欢听一两条 对他马上有用的 但是我们都应该 要看情况 去作业 随顺众生的需要 因为大乘是以众生为目的 众生为目的 就是随顺他 他要吃面 他喜欢吃米粉 他喜欢吃饭 他喜欢幽默 他喜欢严谨 那我们都要 法门方便 你都要会 你要会你就要敲除你的我指 不然你的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我没办法讲 我喜欢禅宗 这个法子 我不喜欢讲这个 那又完了 那你就 度众生有限了 众生喜欢讲禅 喜欢讲密宗 喜欢讲小秤 喜欢讲OK 因为我们没有法持中派的对立 随顺对方 他是天主教基督教徒 我们用他们的语言模式来念 我常常讲你们念哈利路亚 我念阿弥陀佛 一样的 都是希望离苦的了 所以我不会去反对 而且认为跟他们念得很虔诚 这样而已 所以我也会念哈利路亚 是因为我会祈祷 所有的他们的现世者快乐 往生者能够得到神的引导 最后要得到佛的加持 但是没有神的引导 也不行 要先神先引导他们 先离开恶道 先升天 先做人 再来请佛来加持 这一点就是要消除这个 不要有自己认为 我这个是不变的 你要横顺众神 你要随顺众神 就像跟小朋友讲话 跟老人讲话 要用他的语言模式 所以要把慈悲展现在行为世界 这是我们汉传佛教的精髓 好 请各位念 来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不愿罪障惜消除 事事常行菩萨道 那各位这几天 刚刚仁墨姐也跟我说 他说课程要怎么调 时间要怎么动 都没关系 那各位如果你有想法意见 因为这两天 赞日法师做我的事者 我故意请他回来了 因为他现在忙的事业可大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一定要懂得更多 所以应该在尼泊 要做很多事情 在缅甸也要做很多事情了 所以 当然你们可以跟他提一下 或写个字 我们要怎么动都没问题 因为老实说 任波切 你看看他完全都是放下的 他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了 但是 当然我也今天要跟他说 我说 我故意不排早课了 让大家轻松一点 那当然各位要自己利用时间 晚上也没什么课程 所以应该有很多时间 去打坐 观修 会光盘照 等等 当然各位要谈论也可以 谈论佛法就告诉对方 当然 住同一个房间聊来聊去 没有聊到佛法 也很可惜 所以要么保持神圣的沉默 要么保持佛法的语言 这个是佛陀交代的 养成习惯 因为我发觉 出家人跟出家人反而不谈佛法 变成一种习惯 然后 那就你就没办法在日常生活 养成一个佛法的习惯 所以 要我 什么叫佛法 如果你要找我讲话 我都讲你的缺点 因为叫佛法 佛法就是希望你更好 因为你要修行的 烦恼在哪里 你的痛苦在哪里 应该把它找出来转化掉 所以这是对对方的一种不失 因为成为师父 没办法 所以 在这一点 汉默佛教学 反正你的徒弟的问题 都是你的问题 这是做师父的痛苦 当然也是一种 应该要承担的责任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最好多一点了解自己 好 阿弥陀佛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社区防疫组组长何启公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全球 为降低国内社区感染风险 请国人一起保持适当社交距离 以拱手代替握手 并遵守以下几点原则 1. 请与他人保持室内1.5公尺 室外1公尺距离 正确戴上口罩后 则可免除社交距离限制 2. 拥挤或密闭场所 应全程戴口罩 如在电梯内或用餐时 均应避免交谈 用餐后若要交谈 也要记得戴上口罩 3. 防疫期间 请避免出席展览会 体育竞赛 演唱会等近距离接触的社交活动 保持社交距离 保护自己 也保护他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农历四月初四 是文殊菩萨的圣诞 文殊菩萨又称文殊实力菩萨 曼殊实力菩萨和妙吉祥菩萨 文殊菩萨一般右手握智慧剑 左手持的零花上放置般若精 智慧直立剑表示能斩断种种于吃 智慧洗礼如剑 青年花则代表纯洁无染 花上放有般若精 作为智慧与慈悲的象征 首楞言三美经 文殊失利菩萨过去早已成佛 名为龙总上如来 但为方面教化利益众生 现乃道价此行化作菩萨 协助释迦摩尼佛 与娑婆世界红把力生 修持文殊咒可得大智慧 以破除烦恼与障碍 佛弟子为求得真实般若智慧 应以信心愿心持诵 文殊菩萨最可贵的不仅止于世俗的聪明而已 而是真正大智慧的力量 令众生虽身处着世中 却不为无名烦恼所苦 用般若大智慧 引导众生觉悟 而不再随着夜里轮回 修习此法 能开发聚生志 兼顾记忆 得到聪明辩才 了达佛法的真实意义 消除修行人在雨夜上所造作的罪业 破除无事以来的无名于痴 得到与诸佛菩萨一样的智慧 文殊菩萨象征智慧 也是觉悟成佛的关键 文殊菩萨发愿 诸佛之中若有一位 从初发心已至原成佛道 非文殊所劝乏 文殊则不成佛 认真修持文殊菩萨心咒 可以得无碍止 最终成就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 因为文殊菩萨 本愿助一切众生 觉悟成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接下来请收看空中佛学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六十一页 简体版在第二十二页 那在前面提到佛成道之后 开始初转法轮 度化众生 那第一次度化了吴比丘 那接下来呢 是度化耶瑟等五十一个人 还有三家瑟等一千人 还有瑟利佛 穆建连等两百人 那这三个加起来 大概就是佛的常随众一千两百五十人 那这个说法呢 人数的说法 各个版本呢 有译说的不同 那我们就随顺于 这本课本 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在前面讲到说 佛第一次说法 表面使用整个內容